來看高雄的大車 一個四個月大的女婦 親手去給媽媽要洗 社會局調查指示說 這個31歲 世丹的丹妻媽媽 這個人請用兩個孩子 中秋過後一直不再跟四個月大 女婦送去訪的中心 李莎才同提說孩子過往路 驗風讓新年後以三年桌 給這個媽媽生了 高雄大車安靜的這個社區 幾六天前所發生女婦的希望的案件 31歲 世丹 自己請用小孩的媽媽 遺事照顧所思 把四個月大女婦放在家 一直到六天後才讓外界發現已經失望 根據了解的這個媽媽有兩名十個兒 分別是一會半和四個月大 今年五月 經過通報是催促家庭 由社會局協助助處 經濟補助和媒合通業博物 九月車大小孩因為 班上有回到北洞 天氣散去 小小孩也做會親家 一直到中秋節過後也沒散去 二十三號才跟通業中親說 小小孩已經失望 中間之後 案母請假沒有送案主送托 直到二十三日 案母告訴案主疑事死亡 社會局立即交救護車並通報 發現該嬰兒已死亡多時 檢察官同時指揮警察到現場採證 並查扣相關手機證物 在傳喚生母到場 經檢察官訓問被告後 任被告犯殺人罪嫌重大 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 但是媽媽不明原因 避免把孩子放在家裡 面對警方的問題 也只有說孩子出現 是有不好的狀況 嚇跑以避免殺人罪嫌重待 向法醫生兒竟然效準 記者李秀蘭民教官康正準 各位 葛雄伯德